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二元一次方程式 尤其我們在 學習它的圖形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以了解到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寫法有不同的寫法 那其中一些寫法會有利於我們畫出它的圖形 甚至是有利於後面的學習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個二元一次方程式比如說這個 2x-y等於3 那我們知道呢我也可以把三移過來寫成這個 Ax加by加c等於0的這個形式 所以我們有一個形式是這個 Ax加by等於c 還有一個是Ax加by加c等於0 對不對或者我可以 乾脆把這個 因為二元一次方程式它可以等號兩邊同儲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我並不需要有三個未知數 我只需要兩個就好了因為我可以把 第一條同儲c得到了這個 以這題為例 我把三除下來是3分之3x-2 不好意思3分之2x-3分之y等於1 好這樣子你看我的未知數實際上就只有兩個 那你會覺得說老四不是有三個嗎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在設四值的時候我又何必一定要把這個寫成c分之a 我就把他改寫成c分之x加by等於1 Ax加by等於1 這樣子我就其實只有兩個未知數 然後呢我也可以把這個 y移過去就是y移到等號的一側 而且讓他的係數變1 就是等號兩邊同儲y的這個係數 y移過去而且除掉 那就會得到y等於2x-3 跟這一條也是同一條 他是寫成y等於ax加b 這個就是我們在上一次 上一集我們來 帶入求解這個方程式的時候所使用的式子 然後也可以把x列到同一側 所以我也可以把他設成是x等於ay加b 那我剛有提到 為什麼那有這麼多寫法 為什麼要 比如說特別學某一種呢 原因是因為這裡面有一些方式會比較好 讓我們畫出這個圖形或者是 有助於我們在知道這個圖形過哪哪些點的時候去找到他的方程式 比如說這個 這個寫法的話他可能會有助於我們去 找到他的這個方程式如果你們還記得我們曾經 講過這樣子就是 如果這個 圖形他經過比如說20和03 那 我可以其實我可以把他寫成是3x加2y等於 2乘3是6你會發現這樣就對 我就把這個20的這個2拿去y的係數3的這個拿去3的這個係數 然後 他們兩個加起來就會是6 所以這就是一個方式寫就是我把他寫成 我把他寫成是這個 ax加by 等於 a乘b 這樣一來的話 他的結句好就是他的這個這條線切過x軸跟y軸的兩個節點 就是切在 ba這兩點上面 可以嗎 這是一種寫法那你假如把這個式子同除 這個 ab的話 就會除起來變成這個 所以這兩條寫法是一樣的 他在取得兩個節點的時候會特別好劣勢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最主要要教的是這一個 y等於ax加b 他有一個名稱叫做斜結式 y等於ax加b 那為什麼要特別教這個寫法呢 以圖力來說明 你看我現在這裡有兩條線 綠的是y等於x 他會經過00和11 紫色的是y等於2x他會經過00跟12 這是12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兩條線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這條線比這條線還要 抖嗎 對不對 這條線比這條線還要抖 所以 我也許可以掌握到這一點 就是我用我在寫這個方程式的時候或者是我要區別這些線的時候呢 我先去思考他 到底有多抖 那這個斜結式呢他寫成 他的邏輯很簡單就是我剛才說的你有一個 比如說剛才這個 2x-y 等於3 你把y移到等號一側其他的移到等號另外一側 然後讓y這一邊的係數是1 他就會變成y等於2x-3 這樣就完成斜結式的 列式就是轉換 那這個時候x的這個係數 就是 我們這裡寫的a 這個a 那 這個-3呢就是我這裡寫的k a這個位置 x的係數這個數字 他有一個名詞叫做斜綠 k這個位置他有一個名詞叫做節句 那什麼叫做斜綠呢 好來在下面像我這樣子寫 先寫這個節句 先寫起來我們再來講解 節句就是 與y軸的焦點 其實正確來說他叫做與y軸的節句啦 我剛才有提到一個詞 就是你這條 你這條方程式 你這條方程式 這條直線 切經過y軸 有一個切點 切過去的這個點 切經過x軸也有一個切過去的這個點 這樣子這個點呢 我們叫做節點 那你這個節點到 遠點的這一段的距離我們就稱作節句 那其實這個也算節句 這個是對y軸的節點 跟y軸的節句 就是對x軸的節點 跟x軸的節句 所以這個k 就是節句 好那他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畫一個 再畫一條線出來看就知道 這個紫色的線是y等2x 如果我有一條線他叫做y等2x加2 那他會通過02 還會通過這個14 這樣子 他會通過02所以他的節句這邊你會發現就是2 這條線就是 y等於2x加2 你有沒有發現我x等於0帶進去的時候y就是2 所以他會通過02 那所以這個2 這個2就是他的節句 就是這個值 所以 節句就是 與y軸的交點 也就是當x等於0的時候 y會是多少的這個數字 就是這個k 比如說這個 y等於2x減3 那其實呢你就可能可以想像的到如果 你有聽懂剛才的說明的話 y等於2x減3你把x用0帶進去 這樣子y其實是 負3 在這裡 可以嗎 所以他會通過這一點負3 那問題是然後勒他會通過這一點然後勒 所以然後我們就來看下面這個 A是什麼 A是 斜率 什麼是斜率呢 把這句話斜起來 斜率就是有多斜 也就是 X每增加1 Y會 怎麼樣 比如說Y會加多少這樣子 加多少會減多少 附帶一題 這個我講有多斜 因為斜率如果越大 其實會越 抖 所以我都習慣講很斜很斜是指很陡的意思 那有的學生他這個 本身使用字詞的時候呢他是把斜當成是平的意思 就是說 好就這樣子這樣子 假如說 這個是水平就是垂直 他認為 這樣子就是很不斜 這樣就是很斜 對 這樣是很直 這樣是很斜 但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是很平 很平就很不斜 很陡就很斜 因為斜率如果越大 這個圖 這條線其實會越斗 為什麼呢 應該說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描述 他斜或不斜 這裡提供一個描述他的方式 大家就 統一使用這個方式在描述 就是 到底有多斜 好 我們說 這麼斜 就是這麼斜 這樣子 那你也沒有辦法描述 這麼斜跟 這麼斜 這樣子 誰比較斜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統一描述的方式就是 X如果每增加1 Y會怎麼樣 用他來描述這條直線有多寫 你會發現在綠色 X等於Y的這一條 線裡面呢 X每增加1的話 比如說他通過00 接著他還會通過11 接著他 X如果是2 Y就是 一樣是2 X如果是3Y就一樣是3 所以X每增加1Y其實就跟他一起增加1 然後你看紫色這一條 他通過00對不對 X如果是1的話他其實是 Y其實是2 X如果是2的話Y其實是4 Y等於2X X如果是3Y是6 你就會發現X每增加1Y都加 2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兩個誰比較陡 應該是紫色這一條比較陡 因為X每增加1Y增加的比較多 所以我用這個方式來去描述 斜率來去描述他斜的程度 這個率就是比例的那種概念 來去描述他斜的程度那你會發現 這個斜率他剛好就是當你把一條方程式整理成Y等於解X加幾的時候 這個X的係數就是他的斜率 Y如果等於XX的係數是1嘛 代表X加1Y就加1 Y如果是2X代表 X加1Y就加2 Y如果是2X加2 那就 那就是不管有沒有這個加2 你會發現 X如果加1Y還是會跟著加2 比如說他會通過 他會通過02嘛 對不對 他會通過02然後他還會通過 14 然後還會通過26 所以你就會發現仍然是X每加1 因為這裡會放大這個兩倍啊 所以仍然是X每加1Y會加2 所以呢這條線的斜率就是2 你會發現他這裡的係數就會代表著他X每加1Y會加多少 那你會看到這兩條線 他的X的係數都是2 也就是說X每加1的時候Y都一樣會加2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兩條線其實怎麼樣 一樣的斜 那一樣的斜在這個圖形上面就會 平行 就會平行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今天 我這個圖形比如說我腳斜率是負的呢 比如說我原本這個式子是 比如說 X加Y等於1 那我要整理成剛才這個斜結式 我要把Y留在一邊 其他的桿去另外一邊 而且Y的係數要是1 所以他就會是Y等於 負X加1 我們習慣都把X寫在前面的常數寫後面 你就會發現他的斜率是負1 那這樣子會怎麼樣呢 這樣子這個圖形會通過 他仍然在X等於0的時候Y是1 所以他的圖形會通過01 接著X是1的時候呢 Y其實是0 然後X是 2的時候Y其實是 負1 對不對 那我們不用找那麼多點 你就會發現他X每增加1的時候Y其實就會又減少1 X如果3的話 我們剛剛說X是2的時候他是負1嘛 X如果是3的話其實Y是負2 所以X每增加1Y就會減少1 所以他的圖形其實是斜這一側的 我們從圖形上來看 X每增加1 他從1增加到2的時候 Y要減少1 對不對 所以他的圖形是這一側的 就是這個不用背說 如果斜率是正的圖形Y這邊斜率是負的圖形Y那邊斜率是這個越大的話怎麼樣 你稍微比劃一下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X如果加1Y會減少1 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畫比如說 我問你 斜率越大圖形會越陡還是越這個平緩呢 X如果加1Y會加1的時候他可能這麼寫 那如果X加1Y加2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他更陡 所以這個都不用背的 了解然後你這個想的時候把他比較出來你就會發現這一條 斜率是往這邊寫的 這個時候他的斜率是負的 發現他這個時候斜率是負的 這樣子 好那麼我們剛才介紹的這一些來整理一下有關斜率的部分 我們剛才這個抄在筆記本上面然後你斜率下面留下一些空位 就是把這裡補起來 什麼叫做斜率在這個 我們這個式子 再附帶一題 這個式子叫做斜結式 因為這裡是斜率這裡是結句 所以他叫斜結式 在斜結式裡面我們把方程式整理成Y在等號的一側其他的等號另一側 然後Y這邊係數是1 這樣子 如果你比如說 如果你這個題目是 X加2Y等於2 那你要把X趕過去 2Y 等於負X加2 還要再除2Y等於負2分之1 X加1 這樣才是斜結式 那你會發現這條線他的斜率是負2分之1 結句是1 這樣子 我們等下再來畫他 當我把他整理成Y在等號一側其他在另一側 而且Y的 係數是1的時候 這就斜結式 那這個時候X的係數 這個負2分之1就是 斜率 斜率就是有多斜 我要怎麼描述有多斜呢 就是X如果每增加1Y會怎麼樣 這樣 那這樣子就是這個A的值 可是每增加1Y會加1 這個A就是1 可是如果每增加1Y會減2 這裡就是負2 那絕對值A呢 他決定的是這個斜的程度 陡峭的程度 他決定的是這條線的斗或者是環 那這個斜率的正負號是決定方向 如果是正的話這個圖形會往 這個方向斜 但你也可以往這邊指 就是 你看 這些線的斜率就是正的 這一條的就是負的 所以如果是負的話 你會發現斜率會往這邊 那我剛才有說 這個不用背 X增加 也就是你會往右走 結果Y減少 你會往下 那你的圖形就會 往這邊歪 這個都用推論的 然後多用 多使用斜結式來推論 就會 守 如果斜率剛好是1 你就會發現他這條線呢 剛好 這個45度 也就是說 他不一定會過遠點 不一定會過遠點 但是他剛好跟這個 在這個坐標軸上面 他剛好是45度的線 如果是負1的話呢就是 往這邊歪的45度 這樣子 好 那如果斜率等於0 也就是說斜率等於0的話 我們剛講這個 整理成 Y等於AX加K嘛 結果A這邊等於0啦 所以其實AX這一項會乘到0 會不見喔 所以他會得到Y等於K這個式子 那你會發現斜率等於0的話呢 Y等於K它是水平線 所以如果斜率不存在的話呢 那代表他其實是這個 X等於多少 這樣子 也就是他其實是牽直線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斜率 那一樣 結局補充一點 寫在這個結局的 底下 那我寫在這邊 結局呢我們剛才講他就是 X等於0的時候 Y會等於多少嗎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 K等於0的時候 補充這一點 如果K等於0的時候 代表X等於0 Y會等於0 所以這個圖形會過圓點 圓點 圖形過圓點 像剛才這一條綠的跟這個 你會發現他們兩個都沒有那個K Y等於X 沒有加多少 Y等於X沒有加多少 那就代表他們就是K等於0 你會發現他們的圖形都會過00這一點 好 那我們再來 練習一個 畫這個 Y等於 -1 X加1 如果今天我已經找到式子了 我要如何把這條線畫出來呢 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這個 這個 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1 這一點先找到 他會過01 接著 就想 那個我們剛才說的 他這裡-1分之1代表 X每加1Y就會 -1分之1 所以他過01 而且他X加1的時候 Y其實是-1分之1的 所以其實他會過 1然後1-2分之1是剩2分之1 所以他會過1 1.5 這樣我就找到第二點 這樣我就可以拉出來 你會發現這條線 X每增加1Y就會-0.5 X每-1Y就會加0.5 所以他的圖形是往這一邊走的 X增加Y就減少 如果是X減少 Y反而增加 然後他會過01這一點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如果把式子整理成斜接式 要來畫他的圖形會很好畫 而且我 不用那麼麻煩的要去找很多特殊的整數的點 然後我也不用對得很準 因為大概 我就可以畫出一個式 大概像的這個圖形 那斜接式的好處還不在這裡 斜接式的好處在於後面呢 一個是我們後面學習 那個函數那個部分的時候會很好學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是 我們到更後面 國二的時候學到理化 其實理化有許多的 關聯 許多理化的知識都是跟函數有關 那你假如懂得用斜接式來思考的話 其實都會好學很多 我們來利用這幾個例子 做很快速的 來帶大家 帶大家訓練這個 快速的用斜接式來畫圖形 看這一個 2x-y -6 2x-y -6 我們要先把它換成斜接式 所以 y -2x加6 不對 y等於2x加6 下面這個先換一下 3x加2y等於5 3x加2y等於5的話呢 那麼 好這個 我們把3x一過去是-3x 再除2 所以是 y等於負的 2分之3x加 2分之5 x-2y等於0 所以 y等於 1 2分之1x 然後x等於-1y等於2 所以來畫他們的圖形 y等於2x加6 圖形會通過 06 然後x每增加1y會加2 所以x每增加1y會加2 除了06之外 他還會通過18 可以嗎 這個就是 y等於2x加6 有沒有很快畫出來 y等於負 2分之3x加2分之5 圖形會通過 x是0的時候 y就是2分之5 圖形會通過 0 2分之5 在這裡 0 2分之5 然後x每增加1y會減1.5 所以x每增加1y會減1.5 大概是這樣 這條 如果y等於2分之1x x等於0的時候y是0 有沒有看到他沒有k x等於0的時候y是0 然後x每增加1y只會加1半而已 可以嗎 x等於負1 x等於負1就是 牽直線 y等於2就是 水平線 這樣就可以把這些圖畫出來了 那 快速的畫圖有什麼用呢 在這個 2元1次圖形的這個章節裡面 有一種題目會困擾學生 就是這個類型 方程是 他給你 然後問你他 在平面坐標上面不會經過哪一向線 我們如果可以很快速的畫出這個圖形就可以馬上判斷他來看這個 2x-y等於負3 y過去負3一過來他其實是y會等於2x加3 y會等於2x加3 通過03這一點而且x每增加1y加2 所以斜率是正的 不通過哪一向線 第4向線 對不對 是不是很快判斷 就不用在那裡想想想或者是說 那我來找一下如果x是0y會是多少 y是0x會是多少 你先做這個 斜節式的轉換換好了之後就可以很快判斷了 下面這個 3x加4y等於負7在平面坐標上不經過第幾向線 如果你更熟一點甚至可能不需要這樣子啦 就是 你去想想看 x是0的時候 我們用斜節式的方式來推論但是我們不見得要換成斜節式 我們斜節式的方式就是x是0的時候y是正 y是什麼 然後這個數字如果今天他題目只有要你判斷不通過第幾向線的話 這個數字你也不用真的求 你只要想他是正的還是負的就好 x是0的時候y是 負4分之7 負的 他要通過這一點 然後呢 如果你把他換成斜節式這個3會移過去然後4會除下來 這樣子x其實是負4分 他的係數其實是負4分之3 也是負的 那負的斜率其實是斜 這一邊的 所以他的斜率斜這一邊 所以他的這個圖形不通過的是第1向線 可以嗎 當然你也可以真的換成斜節式 也不會花你多少的時間 我只是在說 如果今天他題目只是要問這樣子 然後你斜節式很熟了 你也可以 就是不一定要真的寫斜節式出來 但是用這個 這個精神去判斷 方程是2x加y等於0在平面坐標上不經過第幾向線 所以他就是y等於 負2x 所以他其實是通過原點的 然後負的所以斜率是 就是 寫這邊的 這樣子的追圖形不通過13向線 好 這樣會了吧 好那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尖叫這裡